第15題 有一列火車 整速前進 通過660公尺的鐵橋 前後立時38秒 鐵橋老師用這樣的一個表達模式 他說這裡到這裡是660公尺 然後他總共要花38秒 花了38秒 其實這個考題呢 應該可以這樣子來思考 什麼叫完全通過鐵橋 就是當你的火車碰到鐵橋的左側的時候 開始計時 一直到整台車身都在橋上 一直到火車的尾巴 剛好離開鐵橋的時候計時結束 但是你在計時開始的目標是車頭 所以你計時到結束的時候 應該也是看車頭 這樣子才知道整台車 走了多遠 所以根據這樣圖形的一個表達 你會發現一件事 其實這一列火車 要完全通過鐵橋 並不是只有通過鐵橋的長度 還有誰 還有它本身車子的長度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的假設 我們來假設它的什麼 車身長 車身長 A公尺 車子的速率 我們把它假設為X 可以嗎 而且單位叫每秒公尺 如果這樣子假設完了以後 我們可以看著第一個圖 看著老師畫了這個圖 來進行一個簡單的列式 怎麼列式呢 你要讓火車完全通過鐵橋 所走的總距離叫做660加A 加上車身長 會等於 距離等於速率 速率叫做X 乘上時間38秒 可以嗎 好 那因為它有第二次的敘述 對不對 第二次的敘述不用畫圖 你只要稍微理解一下 第一個在講什麼就可以了 如果它要通過990公尺的隧道 一樣 這裡把它看成隧道 990公尺的隧道要53秒 很簡單 所以變成990還要再加上車身長 會等於速率乘上時間53秒 這個就是你在這一題上面的一個列式 對不對 那你這個列式如果列完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解連例了 對不對 我們要準備要解連例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如果你把它往上減 扣下來之後會變成15X 會等於330 所以X 會等於22 但是請注意喔 X是22是每秒公尺喔 但是它要問的是每小時行車的什麼數 公里數 公里數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的答 有兩個動作要做 第一個 你的車身長幾公尺要先把X等於22什麼路 X等於22帶路 那X等於22帶路看你要算哪一邊都可以 如果你把X等於22帶進這裡的話 乘出來的話應該是76 76 然後是836 836減掉660 對不對 然後836 176 所以車身長176公尺 可以嗎 車身長176公尺 好 如果車身長176公尺是你透過帶路可以得到的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要處理了 22是每秒幾公尺 就是公尺除以秒 對不對 但是今天你想要讓22 變成每小時幾公尺的時候 我要把上面的 每小時幾公里的時候 我要把上面的單位換一下 因為你的公尺要變公里 必須要除以1000 所以這裡要1000分之1 可以嗎 然後咧你的秒變成分 必須除以60 有60分之1 分變成小時 必須要除以60 可以嗎 這樣才會變小時 所以根據這樣的單位的轉換 我們可以這樣寫 然後叫22 乘上 你有沒有發現 在分母有一個分數36往上寫 叫60乘60 那這個千分之1往下寫 1000在這裡 所以變成你要乘以兩個60 再除以1000 這樣子才會變成每小時幾公里 可以嗎 這個單位的轉換 必須得要稍微去計算一下 所以算完之後 答案叫做79.2 每小時 公里 這是這輛火車的一個什麼 行駛速率 這整體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希望要稍微注意一下